Sony 剛剛公佈了 FX30 不過就不是我手上這部 而是在拍攝我的這一部 它跟 FX3 都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都是 Cinema Line 的產品 那究竟這部機適合什麼的朋友呢? 我自己的正職就是拍攝影片 同一時間我都在做 Content Creator 或者是你們叫的 YouTuber 所以這一類的小機我都會經常用得到 今天我就想在這兩個範疇裡面 去看看這部新機究竟可以幫到大家什麼 雖然整體看上去都是一模一樣樣的 但是 FX30 今次就沒有了 一個紅外線的鏡頭控制器 所以如果你還想用這隻按原子的 紅外線遙控的話 那現在就...沒有用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會用它的手機app 來螢幕控制器 所以沒有了這個紅外線的螢幕 是有點不方便的 但是又不至於真的非常大的障礙 另外在 FX3 上面 這顆倒數自拍的提示燈 就會在這個位置 現在 FX30 就會變成在上面的 Torri Light 做這個功能 而且仔細看的時候 都會看到兩部機 在機身上面的顏色 是有很微妙的分別的 但是是不是我用到這部FX3 用到殘了有點黃呢 就真的不太知道了 在這個室內講那麼久就很悶 現在就馬上出去室外 試試這部FX30 撇除了FX30 是這個 Cinema Line 的定位之後 其實我覺得它是適合一些 有要求的 content creators 用的 現在有很多拍攝 露營或者是其他不同類型的影片 的YouTuber 都好 其實他們的影片都已經是用了4K 所以4K的50格或者4K18格 對於他們來說 都是有這樣的需要 現在FX30 就可以在一個 比較便宜的價錢之中 都可以拍到4K18格 對於這一班的用戶來說 是挺有用的 而且因為用了這個APS-C的鏡頭 如果真的要拍4K的話 之前我用FX3 就不可以用一些APS-C的鏡頭 現在我用了一支很久歷史的 Eman 16mm 2.8 就可以在一個極輕便的情況下 手持來拍攝這一段 焦距不算是非常矮的 但是因為始終鏡頭很細緻 所以現在我就算不是伸長一隻手 都可以拍到一個這樣大小的畫面 另外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這部FX30拍4K18格的時候 都可以有聲音的 就像現在一樣 如果我是想繼續拍100格 但是回去後期才做慢動作的話 這樣也是OK的 不過就要留意一下 它是會有1.29倍的Crop 所以如果真的要拍相對矮一點 現在我就用了一支10-20的G鏡頭 用10mm來自拍 剛剛也說過 FX30因為用了APS-C的鏡頭 所以可以用一些比較細緻的APS-C鏡頭 舉個例子 如果FX30和FX3要拍同一個島 即是同一個等效距的話 如果是FX30用15mm 1.4mm FX30用21.8mm的話 你就會看到分別其實都挺明顯的 雖然現在很多Asun Cam 都可以拍到4K50格或者100格 但始終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會過熱 用這個FX30 始終有一個機身的散熱風扇 所以變相會比較安全一點 剛才我一路走山上來的時候 一直停止拍4K50格 還有偶爾拍4K100格的鏡頭 基本上這部機台是沒有過熱的 我之前一路用FX3 都是沒有遇過過熱的問題 所以其實用相機這一類機器 去拍這一類影片 在這樣的大熱天時的時候 真的比較放心很多 鏡頭一轉我們又來到室外 這部FX30 除了是一些 content creator 會用之外 我們都有機會開工都可以用得著 那今天就準備出海 拍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拍攝到他的這一類機器 拍攝到第二次 либо 拍照的機會 拍攝到哪 joined 拍攝到哪一位 封印銷創造村 拍攝到哪一位 前面說到我們 可以拍攝到哪一位 但是我們可以拍攝到哪一位 今天出來的就是拍攝中華白海豚 順勢就試一下EF-X 30 究竟在這些情況下的表現是怎樣 其實都蠻考驗到它的Auto Focus 還有它的續航能力 還有這個內熱的程度 因為今天本身都真的蠻曬的 還有為了要拍攝這些突如其來的生態題材 所以我都是全程拍攝4K18格 都已經拍了兩顆多小時 以一個正常工作的密度來拍攝 沒有過熱的 而且因為它是APS-C的感應器 所以已經是有1.5倍的Crop 再加上它4K18格的時候 就有1.29倍的Crop 就會變成等效大概1200mm 當然在這個4K18格裡面 有1.29倍的Crop 有些朋友都會覺得是有點失望的 如果是想拍攝這個方式 但是不影響到視覺的話 這一類用家就要留意一下 但是如果是好像現在這樣 有這麼低影這麼低的時候 就是幫到下手的 當然如果這個Crop 是可以讓我們自己去決定的話 那就更加好 必要時才再Crop 1.29倍 那就彈性可以大些了 那說真的 我真的第一次 特意是為了拍海豚而拍海豚 那真的都有一些難度 雖然有支268在這裡 但是呢 說真的要去 步它們跳上水那一刻 是真的很難的 即是它雖然是會潛上來 拍一頭戲 但是呢 再預計第二第三下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挺有難度的 那你又要補到那一刻 又要拍到片 即是撐到兩三秒的時候 其實都真的挺有難度的 所以呢 都真的要在這個範疇裡面 再努力一下才行 今天其實要很感謝 就是海豚哥哥Thomas 帶我上船的 就很難得可以出到海看海豚 那其實呢 我之後呢 可能都會繼續去打擾它 不要緊 OK 歡迎歡迎 希望之後可以再拍多些海豚 好 對比FX3 FX30是用了一塊比較細小小的感應器 但是像素就去到2600萬像素 兩部機一齊對比的時候 在Base Size 800 那很現實地都會看到 FX30是會比FX3 是會多一點點響音的 高感光的Base Size FX30就會是2500 FX3就是12800 如果同樣都可以在這一段高的Base Size 底下再Gray 同一個光度的話 那都仍然是FX3 會比較乾淨一點 但是高像素一點的FX30 它的4K片 就可以在6K Oversampling 下來 畫面對比之下 是會比FX3的同一個方式 是會輕微多一點點的細節 但是高像素一點點 隨之而來 就是有一個比較明顯一點點的果凍效應 在4K的25 50和100格 都是可以看到這個結果的 AutoFocus的使用感受 我就覺得 跟FX3真的大同小異 人眼和動物的IAF 都是有齊了 拍照的時候的表現 跟FX3都是差不多 但是也要留意一下 FX3是會沒有了機械快門的 因為只有電子快門 再加2600萬像素的時候 我都試著特意搓一下畫面 看看拍照的時候 會不會有果凍效應 都可以看到很高速這樣搓的時候 畫面也是會有少少斜的 所以FX3在拍照的時候 雖然有2600萬像素 但如果用來拍一些很高速移動的主體的話 那就要留意一下 FX3在工作上的拍攝 暫時在工作上的拍攝 Super X35 或是APSE 的感應器 以及Full Frame 的分別 並非非常影響我的工作 最主要就是在鏡頭的彈性上 是有少少分別的 之前用FX6或是FX3的時候 如果當日真的要拍4K的話 那這些ZOOM鏡我就可以收買了 因為在這兩部機裡面 如果要拍4K的話 就不能夠用它的Crop Mode 但是現在FX30 就可以用回這一類這樣的鏡頭 之前我有一位導演朋友 都想用他的一套電影鏡頭 配合FX6來拍一條影片 但是奈何那一套鏡頭 就是Super X35的頂焦鏡頭 所以他就配合不到FX6拍4K 就令到它打燒了這個念頭 如果現在有FX30的話 可以推而求其次去用一用 當然有些朋友都會斟酌 就是FX30和FX3在感應器上不同了之後 出來的景深的效果都會有少少不同 如果真的要這麼講究的朋友 當然用FX3或者FX6就好些了 另外在高i數上面 都會看到兩部機器是有分別的 都可以看到 如果真的對於低鍋拍攝 是很有要求的朋友 都會選FX3就會好些 但如果一般拍攝來說 尤其是有一些小型的製作公司 如果它本身已經有一兩部機器在手的時候 如果它想多加第三部機器來做後備的話 或者是做一些AirCam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一下 用FX30這個比較便宜的價錢去買 一提到價錢 就要提到FX30 現在的定價大概是15000至16000左右 跟FX30套裝3萬元的定價來說 是真的有很大的分別 還有一件很主要的東西就是 今次FX30是可以不用硬性 根據K3M的配件來買 在這個位置我是真的有點生氣 變相有些朋友如果只想買個機身 25000至6元的價錢 現在有一部機器可以穩定地 拍到4K50格或者4K18格的時候 其實性格比我覺得都算是OK的 之前有些傳聞都說 Sony會準備出一部高規格的APSC旗艦機身 現在就變成一部FX30 如果真的要跟Cinema Line的這些機身比較的話 我覺得它在感應器上是會有些輸蝕的 但是如果真的在於跟A66這些機身比較的話 它在拍片的功能上面 又真的追近現行的很多機身的功能 所以對於一些 content creator 它真的對於拍片是有一定要求的話 而它又真的需要一部可以換到鏡頭的相機 那我就覺得FX30 比起A66貴了幾千元 但是有強勁的影片規格 這樣來說我覺得都算是挺合理的 還有如果不是要拍一些高速移動的主體的時候 FX30因為拍照的時候都有二千六萬像素 變相好像沒有FX3的拍照功能那麼激烈 所以對於一些又要拍照又要拍片的朋友來說 FX30也是有它的好處的 總括來說我都覺得FX30的性價比其實都不低 對比起上面的FX3套裝便便宜了差不多一半 再加上對比下面的旗艦級APSC的相機 它都是在影片上有很強的功能 所以如果真的這兩方面都是要兼顧的朋友 這一部FX30都真的想得過 謝謝大家